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 我是李叶 马上来看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是买卖移转 二月结束啦 我们按照惯例又要来看一下 二月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 六都都公布了二月的交易量 二月有春节连续假期的影响 是否会影响交易量呢 六都二月交易量合计为 14786栋 月减40.9% 分开来看的话 台北市月减40.9% 新北市亮缩37% 桃园月减37.3% 台中减少48.6% 台南市月减39.8% 高雄市亮缩41% 因二月适逢七天农历春节假期 工作天数少 的确会影响到房市亮能 二月交易量量缩也合理 那么我们来和去年二月相比 六都年间6.5% 其中桃园市与台南市亮增 桃园市成长21.5% 台南微增1.4% 其余四都都亮缩 新北市年间17% 最多 其次则是台中减少了14.5% 台北市年减8.4% 高雄市年减6.3% 还记得吗 去年农历春节十天廉价是落在一月 二月是完整的月份 但因为全球经济复苏 趋缓以及升息 通膨严峻等状况下 购物态度转趋保守观望 反观今年二月适逢农历春节 交易天数减少7天 相当于减少了24%左右 但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只有亮缩6.5% 显示市场买气稳健 今年的房市表现也明显优于去年 进一步观察今年前二月 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 六都整体交易量合计为39817栋 与去年同期年增40.1% 比近四成 其中台北市年增34.4% 新北市年增34.9% 桃园市年增47.9% 台中市年增38% 台南市年增44.3% 高雄市年增44% 六大都会区都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三成 显示今年房市交易热度明显升温 预估今年第一季房市较去年同期量增 两成以上的机会不小 永庆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表示 民众的购物信心有明显回温的迹象 有利于后市的房市表现哦 另外近年在政府积极打炒房政策的推动下 房价急涨状况已不复见 反而增加自助 长期投资 智产族群进场的机会 目前房市也的确是自用长期置产当道 回归供需基本面 若买卖双方缩小价格认知差距 成交机会将大增 预期这波相对热弱的买气 渴望延续至第二季 上半年房市交易量能 仍可期待 看房市关键报报 可以了解现在的房市情况如何 买房卖房的新闻还有资讯 我们都会帮您整理 所以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